要善待自己,就从不生气开始,每个人都有脾气,也会因为一些不顺心的人和事,闹情绪,生嫩气,一旦生了气,心情必定不好,就会影响工作和生活,其实,生气是最愚蠢的行为,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,不仅会扰乱自己的心情,还会气坏自己的身体,一辈子只活一回,一定要善待自己,气来伤心,气大伤身, 花是浇死的,人是气死的,生气,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,生气,没有任何好处,只会令亲者痛,愁者快,给自己带来各种困扰,影响心情和睡眠,扰乱工作和生活,生气,是烦恼的来源,很多事情并不会因为你生气得到解决,一些人也不会因为你生气对你合颜悦色, 起来伤心,气大伤身,当你生气的时候,情绪激动,心跳紊乱,怒气凝结就会有损你的健康,只有少一些计较,多一些大度,才能和生气绝缘,让快乐长半,与其愤怒生气,不如从容面对,生气,是做人的正常表现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生气,每当生气之前, 先想一想值得吗?应该吗?生气能解决吗?想明白了,你就不会生气了,真正的智者,从来不生气,流言蜚语,置之不理,误解污蔑,从不较真,心胸豁达,大度能容,总能淡定从容地面对一切,懂得退让,做到原谅,生活必然轻松潇洒, 善待自己,从不生气开始,人活着,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,只有自己开心了,眼中才可以看到美好,心中才可以感受快乐,要想让自己开心,最主要的就是不生气,善待自己,不要动不动就生气,发火之前,先冷静一下,愤怒之时,先静一静心,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猥琐是懊恼, 不和他人争吵,进而不争才是真正的智慧,笑而补气才是最好的养生,生气,是健康的头号杀手,生气,是扼杀感情的元凶,善待自己吧,别怒别气别在意,把烦恼甩开,把忧伤丢掉,从今以后,所事迫事不入心,别人生气我不气,开开心心地活,快快乐乐地过。